Ride till I get the boat I don't take my world Because I'm broken Ride till I get the boat I'm gone I can't wait to I can't wait to I can't wait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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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我是阿斌 欢迎来到阿斌随便聊 好 当我在Plan 着我巴黎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小洋书 蛮多人推荐这个地方的哦 那我再看看照片 五颜六色的那个冰白 不错耶这个地方 说到这个哦 这里距离我的酒店只有500米 所以我只需要走5分钟就到了 真的很方便一下 如果你好奇我住在哪里的话 你也可以看看我这个酒店的video哦 但是这里真的值得一来嘛 让我带你们看看实际情况 记得把这个影片看完哦 如果你在下午过来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也蛮多游客会过来这里 欣赏日落 但是我时间就不够啦 所以我下午只是过来看看而已 晚上才有时间再过来看看佐佐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才发现 诶 原来这里的餐厅和酒吧 都和那个La Pianza一样的咧 我看到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酒吧 也是有提供那个五颜六色的 遮阳撒还有Bin Bank 还有提供水盐啊 Live Bank 真的是太多选择了 所以我不太确定的是 为什么大家只介绍La Pianza 看 全部都一模一样的 嗯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咧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这里 才决定自己要去哪一家也不值 因为真的是有太多间让你选择了 当你把这个影片看完过后 你一定会觉得 诶 它们是是共同商量好了的 还是每一间都是同一个老板开的 这么多差不多一样了 那么首先呢 在沙滩对面呢 有一些餐厅啊 还有那些印度马便利店 其实这个地方叫做Dipandai Seminyak 好啦好啦 那我废话不多说 让我带你们看看每一家餐厅的酒吧吧 OK 这是第一家 哇哇哇 它们花了蛮多心思的咧 放了超多LED灯 还有一些秋千打卡点 诶 还真的不错哦 还有Live Bank 而对面呢 还有他们的室内餐厅 绝对是一家超有feel的地方 接下来呢 另外一家呢 就叫Blue Night Beach 这家呢也是提供了五颜六色的遮阳伞 还有Beam Bag 还有水夜和Live Bank OK 我们来到第三间 也是有提供五颜六色的遮阳伞 还有Beam Bag 还有提供水夜和Live Bank的 第四间 也是有提供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和Beam Bag 第四间 还是有提供水夜和Live Bank 然后你再走一段路就到第五间 诶 第五间 也是有提供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和Beam Bag 还有提供水夜和Live Bank 好啦 来到第六间 也是有提供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和Beam Bag 还有提供水夜和Live Bank 好啦 来到第七间啦 就是这个网红餐厅Lala Planza 而这里呢没有Live Bank 但是有DJ 也是有提供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和Beam Bag 我觉得有些人喜欢来这家 应该就是因为摇滚音乐还有有DJ吧 可能这个就是它的不同之处 第八间 也是有提供五颜六色的遮阳伞和Beam Bag 还有提供水夜 那你看到这里 是不是都觉得这里的餐厅都一样的呢 哈哈 但是别急 最后一家就不一样了 终于不是五颜六色的啦 是卡其色的风格 哇 终于有一个不一样了的咧 看完了吧 是不是觉得都一样呢 但是别忘了 每一家酒吧呢 都是面对着大海的 晚上来这里去又一下真的很不错的 你们喜欢哪一家呢 留言让我知道 不要忘了关注我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随便聊聊吧 拜拜